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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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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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很难得 到黄岸光寿山 法廉佛陀教育学会 初出 草创 第一次 举办 阿灌灾界 以及 明天的 冬至 信念法会 那么大家 在这里 念佛 十戒 生理佛 口念佛 心想佛 这是 生口一三叶 专精 专情 念佛 这才是 真正的念佛 那么 今天 这个机会 可以说 非常难得 那么佛广 今天 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 讲一些 非常重要 关键的 一些观念 这些观念 知见 很可能 有许多 学佛的人 修学了 一辈子 都没有弄清楚 甚至年 最基本 我们这个念佛 也不了解 也不会念 常常听到 这个念佛 念了十几二十年 甚至念了一辈子 总觉得 总觉得 功夫不得力 一心不乱 离我们好远 这都是 对念佛 知见 不具足 对念佛的方法 观念 不了解 那么 还有 我们学佛 对这个 大小层佛法 也搞不清楚 很多都认为 大层佛法 小层佛法 都是 都是佛说的 都是 离苦得乐 最后 入虐盘 好像小层佛法 大层佛法 都差不多 最后 都是入虐盘 成佛道 很多人 对这个 也是 一知半解 对这个知见 也是朦朦隆隆 情况上 所以我们今天 这些 可能 很多人 学了一辈子的佛 都没有搞清楚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 做一个 重点 的介绍 这个也可以说是 非常 难得 首先 我们先 我们先 讲这个念佛 两个字 念佛 有广义的念佛 跟狭义的念佛 佛 广义的念佛 佛这个字 就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 所以广义的念佛 叫做 念觉悟 这是广义的 狭义的 就是 念阿弥陀佛 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如来 念念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狭义的念佛 这两个 我们先了解 那么 广义的念佛 佛者觉也 觉悟的意思 念觉悟 觉悟 觉悟什么呢 觉悟什么 大家是不是知道 小乘佛法 小乘佛法 觉悟 苦 空 无常 我 这是小乘佛法 要觉悟的 大乘佛法 要觉悟什么呢 大乘佛法 佛陀告诉我们 只有 一法印 一个法印 什么法印呢 十项印 大乘佛法 十项印 十项印 所以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晓得 小乘佛法 跟大乘佛法 不同 不同 而且 非常 非常 不同 所以 一般人 学佛的 刚刚讲过 那种小乘佛法 大乘佛法 都是佛说的 都是 断恶修善 离苦得乐 入涅满 其实 小乘佛法 跟大乘佛法 相差 甚至 跟大乘佛法 差别非常 非常 大 我们知道 小乘佛法 修到 最后的果报 是阿鲁汉国 阿鲁汉国 阿鲁汉国 表生死 初三戒 入涅满 常常也说 大乘佛法 也是表生死 初三戒 入涅满 哪里不一样呢 哪里不一样呢 小乘佛法 定性阿鲁汉 入涅满之后 他从此 就在三戒六道 甚至十法戒 消失 找不到他 完全找不到他 连佛陀 十方诸佛如来 都找不到他 都找不到他 他入涅满了 入涅满 就是把 我 断除了 我直断除了 我直断除 就要生死 出三戒 入涅满 但是他入这个涅满呢 真的是 消失不见了 那这样不就变成 断涅空吗 断掉了 断涅了 他完全不见了 所以 佛陀跟我们讲 断涅空是外道 不是佛法 所以 大乘佛法 定性阿鲁汉 叫做生文 叫做生文 生文 就是 听佛说法 知道 有一个 不生不灭的 真心 每个众生 每个友情众生 下至地狱众生 上至佛陀 乃至一只小小的蚂蚁 一个细菌 都有 一个 不生不灭的 真如性 每个人都有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不依不义 身为人 听佛 说到这个法 说到这个正法 于是 他安心的入涅槃 因为他知道 他入涅槃之后 不是断涅 他入涅槃之后 他虽然消失了 但是 他的 真如心 不生不灭 他入涅槃之后 了生死初三界 完全消失于 六到十八界 只剩下 只剩下 他的真如心 单独存在 所以 阿罗汉入涅槃 不是断灭 他的真如心 不生不灭的 永恒存在 真如心 佛陀 在很多经典里面 对于不同根性 用不同的角度 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的名词 来介绍我们 每一个有亲 每一个有亲众生的真如心 有讲如 有讲真如 有讲真心 有讲如来藏 有讲阿来也是 第八诗 第八诗 有讲非心心 讲了很多的名词 都是讲我们 每一个有亲众生的 这一个真如心 真如 那这是 小乘佛法 二乘人 他们的状况 入涅槃之后的状况 这就把我们 大乘佛法 重点点出来 大乘佛法 佛陀告诉我们 只有一法义 十项义 十项 什么法是真实的 法相 真实 十项 真实的 法相 只有一法义 这个也就是说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都是虚妄 那金章经 我们有的 读得很熟 里面的 很有名的记者 我们也常常念 一切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亦如殿 因作如世观 所以一切法 大乘经典里面 常常告诉我们 都是虚妄 都是虚妄不实 都是暂时存在的 但是 一切万法 只有一法 是真实的 法相 这就是大乘 佛法 只有一法 一实相 这一个法 是真实的法相 真实的法相 要听清楚 真实的 它真真实实的存在 所以叫实相 真实的法相 一切万法 都是虚妄 都是生生灭灭 虚妄不实 只有这一法是真实的 什么法呢 刚刚讲过的 我们每一个 有情众生 各自有各自的 真如心 这一法是真实的 只有这一法 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的真如心 我们常常念到 看经济 无上圣生 唯妙法 哪一法是无上圣生 唯妙法 唯妙 圣生又唯妙 圣生在哪里 唯妙在哪里 知道的人 知道的人 太少太少了 真的一万个人 可能找不到一个 无上圣生唯妙法 这个无上圣生 唯妙法 就是讲我们每一个 有情众生的真如 我们每一个有情的真如 真如心 就算你跺到地狱 你做畜生 一只蚂蚁 做一个细菌 他的真如心 他的体性 跟佛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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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听到 再圣不争 再凡不减 就是 讲这件事情 再圣 再圣成佛了 再圣不争 再凡不减 你跺到地狱了 三恶到最底层 不争 受极重的苦 你的真如心 跟佛 平等 平等 没有多一点 比你少一点 不上圣生 光这一点 就很多人 不清楚 没有清清楚楚的明鸟 很少人很少人 清清楚楚的明鸟 都是朦朦朦朦 大概懂一点 大概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学佛学一辈子了 很多人都是如此 对大小神佛法分不清楚 大小神的分野 重点 区别在哪里 也分不清楚 更不要讲 我们的真心了 尤其很多 众多学佛人 第一 错误的知见 第一 错误的知见 什么知见呢 要把我们的心 修到 不起忘念 一念不生 认为把我们的意识心 修到一念不生 不起忘念 就入涅槃了 错 完全错误 意识心 怎么修都不会变成真如心 意识心 不起心 不动念 一念不生 不生 叫做 叫做 外道 他修到最后 生 无想天 无想 完全不起心 不动念 但是他真的无想吗 不是 无想天 他有寿命 乃至于你修到 非想 非非想天 四禅八定的最高层天 非想 非非想天 或者讲 非想 非非想定 这样的天 这样的天人 他寿命多久呢 最长八万大姐 这个我们一般的同修大概也知道 你只要在天 都是有寿命的 都还没有出轮回 所以最高层的天 非想 非非想天 八万大姐的寿命 寿命一到 他又开始起心动念 又起心动念 也就是说 他不起心 不动念 他能维持多久呢 最长最长维持八万大姐 最长只能到八万大姐 八万大姐一到 一定又会起心动念 所以阿罗汉的定 叫做九次地定 第九地 超越了四禅八地 叫做第九地 灭尽地 这是阿罗汉的地 才了生死出三界 灭尽地 所以 把我们的意识心修得 不起心 不动念 不起一念 最后修到外道天 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 再回到讲我们的真读 刚刚讲过 我们的真读 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这个道理 这个知见 已经是圣圣 懂得的人 太少太少 不多 真正清楚明了 解悟的人 很少很少 一万个人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 而且 微妙不上甚深 微妙 微妙在哪里呢 就算是圣圣 那边 在哪里呢 就算是圣圣 有的 这和声 内容 就算是圣圣 都要是圣圣 的 你 这非 还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最后一剧 的 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